各位標媒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現在是中午的12點 豬仔現在才有時間介紹 今天第一隻推介 今天早上一早回來 就有幾個標媒上來 鏡頭前面這隻是Casio Day Day 很多個月都沒有回過 我翻查的紀錄 原來已經是對上 上年的8月份 我推介過 其實在Casio Day Day 我比較喜歡這隻 原因是 既斯文德尼 又是有些味道 在錶盤的正中間 有些押紋的 押紋的Dial 我自己覺得 之前有些是黑色白色的 我自己覺得 無論在尺寸上 甚至在錶盤的深思設計 我都比較喜歡 我手上這隻Casio Day Day 有個錶迷跟我一樣 所以我幫他訂了一隻錶 他應該拿了 可能今天拿不定 我同事聯絡了 這隻Casio Day Day 豬仔還有貨 下星期還有貨 所以我想介紹給大家 這隻是黑色的 這隻Casio Day Day 在十二點位置 英文傳寫 六點位置有一個日曆 星期曆在十二點位置 星期日曆很多時候 都放在三點位置 這樣分開放比較少 第二 再加上分開放有 但是要做到Casio 這麼貼地 這麼親民的價錢 更加少 50M防水 Casio大家都知道 石英機心 行電池 它用SR的920S 打電 大概三年左右 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一個拉推罐 50M防水 錶關位置 放在三點位置 有一點護關位置 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玻璃邊的位置 做了不鏽鋼光身的錶圈 做了拋光的 很漂亮 整隻錶 黑色的電池 配搭了銀色的index 銀色的黑度 就做了 漿漿漿漿漿的 凸起的指釘 跟著做了 一個金屬的拋光 光身的 那時分針有夜光 我們一齊看看夜光 時分針應該有夜光 黑度就沒有做夜光了 是啦 時分針有做夜光的 好了 那錶帶錶殼方面 就做了一個不鏽鋼的錶殼 還有你看到它 這裡也有些細節位 就是這裡做了拋光 錶腳這個位置做了拋光 這裡起了一級 跌了下去 這裡做了一個噴沙的 看到這個位置 這裡做了光身 這裡套進去做了噴沙的 延伸到旁邊部分做了光身 變了有些花款 有些層次感 有錶腳那裡 錶斯文得來有些特色 趁著近鏡頭 給大家看一下押紋帶 其實做得挺漂亮 那個凹凸起伏 做得很立體 那是CASIO的DayDay 好了 然後錶帶方面 做了一條鋼片帶 做了這個拉絲鑑拋光 三行拉絲鑑兩行光身 鑑了兩行拋光 你看到兩行光身也很英俊 拋光 好 還有錶購位置 雖然沒有保險 但它有眉條位 有三個眉條位 做了拉絲花紋 上面有CASIO的Logo 拍開之後做了噴沙的薄橋 好 看看錶底 錶底 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底蓋 上面寫著 Japan movement 日本機心 Case in China Water Resist 去到五個巴的防水 洗手沒問題 最近有個錶迷問 珠仔 五個巴可以去游泳 我不建議五個巴的手錶游泳 五個巴的手錶 生活防水 洗手沒問題 最好不要游泳 游泳 起碼帶回十個巴的手錶 接著就是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隻錶除了我提到的Dial 以及錶腳位置的細節位造工之外 還有它的性價比值很好之外 是它的優點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尺寸也讓珠仔很喜歡這隻Caseo的Dial 因為之前有些Caseo的Dial 比較小 這個尺寸方面 就去到39 直徑 39Amm的標徑 我打斜少量度 因為它的護官位 等一下 2-8 是的 39.2Amm的標徑 39.1A 39.2Amm的標徑 厚度方面 9.2A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 Luck 大約是大約46Amm 重量方面 應該有100克左右 他那個尺寸 是寫104克 試試看給大家看 真的 104.5克 重量 超顺價265元 非常棒的Casio Dayday 如果你還未擁有Casio的款式 我強烈建議你擁有一款 因為非常棒 先戴上去 14.8cm的手腕 戴上了上豬仔的手腕 非常漂亮的設計 Casio Dayday 我推薦265元 有原裝核話說明書 保養證 做回一連播給大家 我今個星期尾 或者下個星期頭 再有三隻 如果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手快手腕手腕 只有四隻 電話手上的炎火 訂了一個不用留 有同事聯絡了 之後就只有四隻 如果喜歡Casio Dayday的你 WhatsApp給我 也可以 真的買來上班操戴 甚至乎平時親衣服 265元 買電都60元 真的 划算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